Hello 大家好 我是凱杰 來大陸旅遊最重要是什麼呢 當然是開通電子支付 例如大陸版的支付簿 或者是微信的大陸錢包 有些朋友在開通這個錢包 或者支付的時候 都遇到很多困難 有時都會問我 究竟可不可以用回香港的支付簿 或者是香港的錢包行不行呢 上一次我就在上海試過 用支付簿香港去買東西 去吃飯 去便利店 甚至乎在地鐵買車票 是OK的 完全沒有問題 試完之後又有人問我 究竟微信的香港錢包 可不可以在上海用 或者是大陸旅遊的時候用 這次我就特別一點 已經試了 我試了買東西 試了吃飯 試了去小店 甚至乎試了坐車 還有試了在深圳來數碼點餐 對 想知道結果 現在我們去看看吧 好 進來這裡 我們都是數碼點餐 幾光碼 還有很多明星來這裡吃 應該都不差 這個帳號就是我之前申請到香港 這個身份證 還有香港需要用卡申請的 那就看看吧 現在這個就是香港錢包 來的 切換給你看 香港錢包 我用香港錢包 試一下 看可不可以申請到錢 數個碼 好 可以的 完全不用轉大陸錢包 可以的 我先點餐 大家 OK 可以了 非常好 用微信 香港錢包 都一樣可以下單 很方便的 等一下植完之後 看看買單 可不可以 買單 沒問題 現在吃完了 就先賣單 試一下用微信 香港錢包 可不可以付款 謝謝 205萬 OK 好 可以了 謝謝 謝謝 拜拜 OK 用微信 香港錢包 扣我的信用卡 一對 1.08 這個 rate 都OK 我剛才吃了205元 人民幣 扣了港幣 是221.46 完全可以用到的 如果來深圳玩的朋友 未必需要申請一個大陸錢包 當然有大陸錢包就方便些了 OK 可以 我現在就在上海 這裡就是南京路步行街 我想試一下 用微信的香港錢包 究竟在上海 可不可以用到呢 我們先試一下 适行 Rodrigo 還有這個 scientist 還有這個 итан 聽說去付款嗎 好 請 Lynn 遲了 這是個 요� An 可不可以用到香港錢包 可以錢 其實 這 syst 現在兌換率是1.08 我點了麵和甲膜 41元 這個就是44元港幣 其實匯率也不錯 用得到也不錯 剛才試了去吃麵 用香港錢包也沒問題 我預先在香港增值了100元在錢包裏面 我想嘗試用香港錢包裏面的100元現金 儲值裏面 看看可不可以在便利店那裏 送不送到馬 進去嘗試 便利店買完一瓶飲料 它亦是可以扣到的 我這次選擇了儲值裏面的錢 不是用信用卡的錢 它的價值都是一樣的 這支古龍茶 逐6元人民幣 它現在扣了我6.48元 價值是1.08港幣 1.08港幣 都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香港錢包裏面加了信用卡 或者增值了現金進去 在上海都是順利可以用到的 那試一下掃小店買東西吃 現在可以不可以 吃飯 對呀 吃飯 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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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 八塊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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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 很重 剛才小店買著貼飯 我用香港的錢包來掃 其實是不可以的 因為我看他沒有選擇我用香港的儲值的錢 因為我裡面這個微信有大陸錢包 他就自動給我跳到大陸錢包 因為大陸錢包我裡面沒有儲值 沒有掛銀行 只掛了信用卡 他就直接問我叫我用信用卡付錢 所以如果來大陸旅遊的話 你要經常去掃小店的話 其實最好就申請大陸錢包 這樣就會方便一點 用微信我覺得就是裡面的小程序 因為如果你想買東西喝或者吃飯的話 可以不需要親身去到店鋪 就可以賣到現在在南京路 用微信就是小程序裡面買杯咖啡 就走過去拿 試試行不行 首先你要開通了這個之後 開通了手一手之後 入了小程序 然後你就可以買 完全順利 可以用香港我自己的餘額裡面的錢去買 10個零多 都OK的 完全沒問題 取餐馬 現在去取餐了 很棒 很棒 完全沒有問題 非常好 用微信的香港錢包 一樣可以買到咖啡 還是夠香港錢包的事情 非常好 在這裡給大家一個提示 就是用微信的小程序真的很方便 譬如你想買咖啡也好 買奶茶也好 現在的飲品是否首要的飲品呢 其實基本上你用小程序 就搜尋好你的店 在哪裏 然後在程序裡面 就直接下單買 如果現在用香港錢包 都可以直接付錢的話 大家去旅遊的時候就很方便 記得選擇你適合的店 就一直逛街 買完之後 跟導航去拿飲品 這樣就完成了 很方便 現在先去買地鐵票 要買一張3元的地鐵票 3元 一張支付 好 先掃碼 現在掃碼 掃碼 先掃碼 掃碼 確認支付 好 照扣 OK 3元 可以 3.24元 成功 都是可以 出一張票 OK 非常好 都是可以用香港錢包 來掃地鐵這個馬 就付錢的 都是扣香港的餘額的錢 3.24元 非常好 OK 非常好 那就 來上海玩坐地鐵 就不怕 擔心買不到票 坐巴士的那些 其實我沒有試過 我猜坐巴士 都是 不知道行不行 不過我通常 去旅行都很少坐巴士 如果大家來旅行的話 你可以 召車也可以 坐的士也可以 或者是這個 坐地鐵 不過都要坐的士 好像個人馬 好像是不可以的 上次我用支付寶 香港都可以召到車的 交通方面 其實大家都不用擔心 怎麼都可以坐到車的 地鐵 OK 好 試過了這麼多地方 得出的結論就是 可以用的 首先 我試了大灣區 深圳 直接用這個 微信香港的帳戶 去數碼點餐 是很成功地 可以出到個 menu 可以給你點餐 但完全沒有問題 到付錢的時候 我直接用香港錢包裡的 Visa card 扣帳 也是沒有問題的 Rate都是1.08 都不錯的 完全成功的 然後來到上海吃宵夜 吃一個便宜便麵 吃一個便宜便麵 都不是一間大店 是一間小店 我便給我買去數 也是可以的 然後我去便宜店 不用Visa card 直接用這個錢包裡的 增值了100元 扣 又成功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去到一個小店 我掃他的碼 付款的時候 就有問題了 是不可以付款的 因為我自己的微信 裡面有了大陸錢包 他自動幫我跳了去 大陸錢包 那裡扣我那張Visa card 所以如果有朋友來上海玩 你沒有申請大陸錢包 只有香港錢包 可能那一刻你就不能付款 最後最後了 去到買地鐵票 我掃他的碼 掃他的碼來付款 也是成功的 所以是挺不錯的 總結 我覺得 如果你來大陸玩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就是申請大陸 支付寶 和微信的大陸錢包 但是如果你真的真的申請不到 或者申請過程很有問題 整也都做不到 重複很多次都做不到 那你真的來大陸旅遊的時候 其實用香港錢包 或者用香港版的支付寶 其實也是可以旅遊到 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有八九成的地方 你都是用到的 所以都不用擔心 來大陸旅遊的時候 用電子支付很大問題 其實去到現在 開放了 很多支付的公司都幫你開通了 你來玩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方便了 比起我之前來的時候 會方便很多 好了 今天的實測就差不多了 希望給大家一個概念 來到內地旅遊的時候 用電子支付的情況是怎樣 我也是覺得 如果你申請到大陸版的 就最好了 如果用不到的話 支付寶香港 微信的香港錢包 其實在上海 很多地方都會用到 也是那句 如果你在申請過程上 有什麼問題的話 記得記得 最好就是 問他們的客服 你進入客服 或者人工客服裡面 問他 他就會 因應你的個別問題 都會解答到你的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幫到大家了 我們下次見